俗哥说电影,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小恶魔》 影片一开场,忧郁叔就被他的继子小正太也活埋了 这哥们情急之下,在棺材里用手机给他老婆冷淡姐打了一电话 冷淡姐得知消息之后,急忙拿着铁锹跑到了院子里 他绝着钉莲带刨,终于把忧郁叔给救了 棺材盖打开的那一刻,忧郁叔仰天长笑 说苍天哪大地,再不离婚我就要嗝的屁了 转场之后,故事闪回到了一周前 刚和冷淡姐结婚的忧郁叔正打算搬到冷淡姐家去住 这冷淡姐虽然年龄也不小,但前途后翘还是有点要 酱油哥说哥们眼光不错呀,忧着带开啊,当心出了车祸 忧郁叔说人为财子,鸟为食王啊 我必须得给咱儿子行脑会 不然我这后爹肯定是当不长啊 不过忧郁叔这热脸呢,显然是贴了小正太的良定啊 根本没求用 冷淡姐说当后爹就是累啊,你必须得有个心理准备 在你之前那几位就是因为摆不正心态,所以受了不少罪 忧郁叔说当继父我虽然没啥经验 但我有特殊手段呢,一定能摆平这个小混蛋 冷淡姐说好好干的,老娘看得见 转场之后,小正太正在看关于世界末日的新闻报道 电视台特邀牧师王大白对世界末日进行解释 王大白说我掐指一算呢,世界末日降临的时间呢 是6月6号下午的6点 大家抓紧时间吃点鲍鱼龙虾吧 有钱不花死了白大 冷淡姐说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这刚开始度蜜月,他就说世界毁灭 这老东西一看就是一片子 忧郁叔在送小正太上学的时候 接到了婚礼摄影师胡子哥的电话 原来在忧郁叔和冷淡姐结婚的那天呢 突然刮起了龙卷风 现场是一片大乱的 而且还导致冷淡姐娘家的二舅领了喝饭 胡子哥说片子出来了 有点东西我想让你看看 忧郁叔说我不想再重婚那天的噩梦了 片子我不要了,你赶快给我毁掉 来到单位之后啊,他的同事大公姐说 我听说你结婚那天老天爷都生气了 差点让现场的人全倒嗝的屁 幸亏我是没去 这个时候啊,作为房屋中介的忧郁叔 接到了那位在电视上预测世界末日的牧师 王大白的电话 说要买那幢废弃的女修作院 两人见面之后啊 忧郁叔带着王大白走进了这床大房子 忧郁叔说你别看在房子的年头有点长 但里面有个小教堂 你正好又是干牧师这一行呢 那小教堂啊,既隔夜又透气 特适合你跟女信徒门那命 王大白一听就是浑身发抖啊 说这个可以有,这个可以有 王大白跟着忧郁叔走进教堂一看啊 这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说太方便了,太方便了 王大白说你出个价吧 甭管多少钱我必须拿下 这末日啊,马上就要降临了 到时候乌鸦布满天空 必会掀起血雨腥风啊 到那一天呢,咱全都得玩完呢 什么钱不钱呢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啊 忧郁叔突然接到了冷淡节的电话 说小郑太在学校啊又闯祸了 让赶快去一趟 忧郁叔来到学校 说我儿子是早恋了还是上课早晚了 校长说你儿子让老师下地医癒啊 那老师也挺有骨气 就真的从窗户跳了出去 我们看过你儿子的档案啊 你别看他年龄小 可是一贯犯了 冷淡节说那老师啊肯定有抑郁症 我儿子说他两句他就循短间 估计是病犯 转过天,忧郁叔参加了一个 继父集体治疗的团体 这里在座的全是孩子的后别人 包括忧郁叔的同事大工姐 都说这后妈难当 其实继父这活也不好干 眼镜哥说 我是一对双胞胎女孩的继父 这俩小丫头骗子整天密谋折磨 不是把我的网线弄断的 就是往我心里塞臭鸡蛋 酱油哥说 昨天我继子问我什么时候嗝屁 我说这事啊你得去问上帝 他说天堂你可不能去 最好是下地狱 总之听这哥几个的口气啊 日子过得都不怎么如意 转场之后 忧郁叔为小郑太开了一生日派对 几个人正边喝酒边闲聊摊的时候 小郑太一发工 把忧郁叔请来表演的小丑的衣服给点着 忧郁叔说哥们十分抱歉 我这儿的钱也不多了 拿去买盒发 小丑说大哥 这事可是你儿子逼着我干 通过这件事啊 忧郁叔是越想越不对劲 于是便来到了婚礼摄影师胡子哥的工作室 胡子哥说 当龙远峰袭击你婚礼的时候 刚开始我认为是你运气差 但我后来仔细一看才发现呢 原来给你捣乱的是撒蛋那个王八蛋 你瞅瞅冷淡姐他娘家的二舅就是这么领的好判 但这还不是最关键 你看看这个画面 当时的风速是每小时241公里 但你妓子连根头发丝都没动 而且他身后那个骨仓都被吹烂了 但他还是那么淡定 胡子哥说着拿出一本书 说你看看 有个末日邪教 他们相信有个小孩会从地狱降临 统治人类 然后带来世界末日 我个人认为啊 你那个妓子就是这个小孩 忧郁叔说 开什么国际玩笑 你是不是该吃药 胡子哥说 在你之前呢 跟你老婆交往的三个男人全都丢了命 一个被活埋 一个被雷皮 还有一个心脏病 不过还有一个死里逃生的幸运儿啊 你必须找他谈谈 查出真相 晚上冷淡姐在提忧郁叔按摩的时候啊 忧郁叔说 你是怎么还上小生态的呀 冷淡姐说 当年我辍绝之后啊 加入了一个邪教 当时他们在我身上啊 涂满了红色的颜料 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噩梦 噩梦醒来啊 我就怀了孕 转场之后 忧郁叔和大公姐来到了那个幸运儿的教堂 前夫啊正拿着疲憋自虐 大公姐说 大哥你这是有何必呢 为啥非要跟自己过不去呢 忧郁叔说 我是你前妻的老公啊 有些事我想跟你打听打听 前夫说 小正太是一个反基督者 你必须到伯利恒去找到恶魔猎人 只有他才能帮助你们 忧郁叔和大公姐找到恶魔猎人诸如歌之后啊 把小正太的情况介绍了一遍 诸如歌一听就是大吃了一惊啊 说小时候我爹地告诉我啊 我命中注定是要拯救世界 他离死前呢 把命运之刀传给了我 说必须把那个反基督的小混蛋呢 带到万圣之地 然后用命运之刀刺他的胸口 让他嗝屁 但这件事啊 必须在6月6号的下午6点之前完成 不然可不行啊 忧郁叔说 我看你啊也该吃药了 开什么国际玩笑啊 绝不能把我记子干掉 三个人正聊着的时候啊 突然就出了车祸 这诸如歌因为没系安全带啊 当时就卸了菜 忧郁叔回到家之后不久啊 就被小正太给虐撑了狗 小正太把忧郁叔活埋之后啊 影片的第一场戏出现了 冷淡姐接到忧郁叔的电话之后 急忙拿着铁销来到了后院 这姐们刚掀开棺材盖啊 忧郁叔仰天长笑 说再不离婚 迟早得交饭票 冷淡姐说 亲爱的你别生气啊 咱儿子肯定不是故意 小孩子之所以采取行动啊 是因为他不知道 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 你可是成年人的 应该尝试着理解才对啊 忧郁叔一听 就知道是秀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了 接下来两人是唇枪舌剑的 最后是不慌而散 转场之后 忧郁叔去找大公姐拿主意 大公姐说 你得干掉那个小正太啊 不然早晚得快了菜 你可以带他到水上乐园啊 在他伏壁里装上沙子 然后再把这小混蛋呢 从流滑梯上推下去 这样啊 他准能嗝屁 忧郁叔一听 这主意不错啊 于是便带着小正太啊 来到了水上乐园 就在忧郁叔做思想斗争的时候啊 小正太主动滑了下去 忧郁叔一看呢 马上就良心发现了 认为自己啊 就是个大混蛋 不应该这么干 于是便把小正太给救了 爷俩在这个过程中啊 居然化干涸为玉国 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密了 就在两人沟通感情的时候啊 王大白的信徒 儿童保护服务局的龙套婶 利用警察把小正太抢走了 忧郁叔来到大公姐家 大公姐拿出资料说 这个邪恶的小正太啊 并不是撒旦本人 而是通往撒旦的入口 只要干掉小正太啊 入口就会打开 撒旦便会进入小正太的身体里 而世界末日呢 也会随着降临 转场之后 忧郁叔带着一帮继父啊 赶到了王大白 刚从他手里买下的 那个女修道院 当王大白正准备 让小正太领盒饭的时候啊 忧郁叔及时出现了 影片的最后 忧郁叔和小正太夫子俩 齐心协力 最终让邪教领袖 王大白下了地狱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牙经吧 继父这活不好干 耐心沟通是关键 如果还是摆不平 只能自己看着办